就答各位瓊頭 這邊有大家好 好 瘋狐老師 其實我們看看這兩天 投資人也在看說 原本大家討論的什麼 太陽能題材啦 風電題材 會不會短線上面變成一日行情 而且最近又看到這種 短進短出的 像是凱基台北也好 我們從凱基台北的籌碼面來看看 他昨天買些什麼 跟賣些什麼 像是在凱基台北 在昨天的買賣超部分 買了什麼 台象 立台 宏達電 華航 今天2103的台象 創了短波高點 油紅翻黑 現在也是一個爆大量的格局 目前來到40塊3 留了上影線 昨天被調節的 好像是3708的上尾投控 上尾投控 凱基台北昨天是衝出了2143張 是暫時有做調節 面對於說這種 當衝客 短進短出 加上了現在 當衝的減稅措施又要延長3年 佐漲 金碟的這些個股又該如何做掌握跟操作呢 我想其實不管是佐漲金碟還是佐跌金掌 其實關鍵還是在於它營運能不能長期向上發展 那昨天的一些個股大多數能夠強漲的應該都是所謂的一個能源議題 但是大多都是開高之後就開始收斂跌幅 所以一直強調跟大家來報告的是 布局個股 你一定是布局 你在相對位階低的時候去買 你不要等到利多消息出來之後 已經大漲了 然後你才去做追降 我覺得這樣子的操作往往你就會短線遇到了剛剛又打手提到的問題 我昨天漲了 我今天要不要賣 而且當衝的一個頻率非常高的情況之下 你要小心那些隔日從大戶 為什麼要說要小心大戶 小戶你不用擔心 因為它不會對價格有波瀾 但是大戶的話它一個大買 然後隔天大賣 它短線上的籌碼就會大量的凌亂 尤其是你看3708的上尾投控 我們為什麼要把它拿出來特別提醒的話 是因為大家可以看到去年的獲利是6.82元 但今年前三季只有0.9元 而且第三季還是虧損一毛錢 那你看它的一個股價 在這一段期間裡面在10月初有一個波段 挑戰高點反彈之後再回檔 然後在上個星期五有人提前去卡位了 你再去看它之前的量 是不是都不到不到1000張 每天都是三五百張 最多是700張 然後你看爆出一個巨量 我一直跟大家講 爆量你一定要先調節 你先不用管 它未來會不會繼續漲 但只要你爆量就是換手 沒有人可以確定今天的爆量 一定是換手成功 所以我會跟大家來報告 你還是先去看它的基本面 那我會跟大家來提的是說 像在今天當初降稅交易 當初交易降稅的一個減半措施要延長 這當然對整個股市未來量能穩定 是相對來的非常的一個正面的利多消息 所以剛剛期貨指數 就是快速的先往上拉抬 但你還是要去找相對位階比較低 然後它的一個題材未來還會持續發展 那今天早上其實我們看到 資金有開始回流到電子股了 對不對 昨天都在哪裡 昨天都在鋼鐵 昨天都在能源 但今天回到電子比重裡面 最強的其實你就看到 IC設計又開始好強 對不對 你看聯發科今天帶動 然後還有像646的神盾 參與這個新頂的一個私募跟收購 公道掌停板 那有IC設計跟USB4.0提材 我跟大家報告過 3322的建設點 今天直接跳空 直接就掌停板 那還有就是 公告了11月的單元活力有1.08 所以我會跟大家講說 其實你的一個選股 還是要先找第一個位階低 第二個題材多的 那我今天幫大家在看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找到一檔 我覺得是今天 在有利多題材之下 但還沒有大漲 股價位置還相對低的 這一檔 同時是MIH的一個成員 還有 這個自駕車 ADS晶片 同時也有元宇宙題材 他就是剛剛公告要出售新頂8000張 給神盾的代號2401的領養 光是這個部分 剛剛我們在看 就已經可以獲利貢獻他的一個EPS 0.76元 那當然重要的是 這家公司他的Q3的毛利率 已經大幅跳增了 到53.96% 這是創歷史新高 第三季EPS也是0.51 是創18季新高 那我們再提到他這個題材的話 先去看 他有這麼多的題材 不管是所謂的USB4.0 他也有這個題材 還有AI矽製裁 IP的概念他也有 因為他的一個矽製裁 已經通過台積電 還有GlowFounder的認證 未來如果IC設計廠商 要開發晶片 他可以在台積電跟GlowFounder的 開放平台找適合的矽製裁 然後再透過授權取得矽製裁 所以其實林洋也是 現這段我們可以看到 最便宜的IP概念股之一 再來他又有說的 切入到鴻海的一個MIH聯盟 主要就是因為專注在 車用的一個晶片系統 還有就是系統平台裡面的 一個娛樂系統 還有車用的一個 Adars的這個部分 所以他也有在車用 元宇宙 那轉頭至林洋創新 這持有5236場 有52% 把這個成本 每股才12.52元 潛在的利益 潛在的利益有6.97 那又是所謂元宇宙的概念 所以我說如果你再去看到今天 受惠到心頂的一個題材 公道掌停的神盾 但你要去想 他是去參股他 但是銷售出來的 8000張的2401的林洋 現在的價位 其實才在季線附近 而他在這裡面 已經整理了將近 一個半月的時間 位階期就算相對來的低 而他的獲利成長 在今年來講又是比較大的 我倒是認為投資源 有在操作 還是用一個低檔位階佈局 題材會去還有機會 持續引動的一個操作觀點 來製作操作 這樣子你來講 進可攻退可守 我覺得會比較安全 好 峰文老師剛剛提到的 這個題材 就是在於說神盾 接下來要併購心頂 那指紋辨識IC場的神盾 就是公告說 董事會要決議 採取這個公開收購 跟參與施募的方式 來併購心頂 那斥資的金額大約是 落在11.9億元 所以現在的持股比重呢 將一舉的突破兩成以上 來到21.3% 成為單一的最大股東 未來也將會進入董事會 強化雙方在影像處理 還有車用 工業自動化等等的技術領域 那從今天的股價 表現來看的話呢 6462的神盾 之前都是一個 比較亮縮的格局 今天突然爆亮 一根紅K棒往上突破 也甚至去過了所謂的 這個季線的反壓 那鋒路老師呢 剛剛把我們的選股邏輯呢 就是說在季線附近 相對比較好的甜蜜點 但是如果看到今天這種 已經越過 越季線的話 它有機會再回檔 做一個震盪 還適合說 封低布局嗎 面對這場 神盾今天的暴大量 又該如何解決 我其實針對神盾的看法 會比較屬於一個 中心的看法 為什麼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神盾的一個 財報的一個表現 去年全年賺9.14元 表現非常亮眼 對不對 對 今年的一個高點 其實是在 年初它就一路的往下跌 如果你在看到 這兩年的高點 是落在去年的10月 這個前年的10月 108年的10月是315元 你看來到現階段股價只剩下100元 股價跌一定有它的 對呀 這樣是不是算夠便宜 還是說它的股價要去往上做突破 還是有所謂的套牢賣押 我認為它往上的空間相對來講會受壓抑 因為它是因為入主一家公司 所以才有今天的一個題材 但是你只去看它的一個第一季獲利是0.94元 哇 這就已經比這個前一年是呈現一個比較大幅的衰退 而且它主要的獲利還是來自於業外 那再來就是它第二季還虧損了 虧損了2.77元 第三季還在虧損0.72元 就一個虧損的公司 伏價100元以上 那它現在是以入主的方式來去進行一個 整個公司的一個改革的話 我會認為 那等它營收出來 再來做考慮嘛 畢竟如果說它今天要入股新頂的部分 要取得這麼多的一個比重 所以把股票漲停 但我問 那要賣出8000張的領養 難道股價不應該比它更強嗎 更況林洋今年前三季還是呈現一個獲利 如果以對比來看的話 林洋去年全年才賺5.5元 但今年前三季賺了1.37元 光是第三季賺0.52元 就接近去年全年 那我會認為說 你就產業成景 還有就是新階段營運的一個表現來看的話 我認為林洋不僅本業好 那出售的一個部分又有業外的一個加持 反而我認為林洋後續的一個供給會比較平衡 而且會比較有展望 我倒是認為投資本在操作個股的時候 題材當然是很重要 那現在也是所謂的一個 作夢行情的一個時間點嘛 因為真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季報 要等到明年的3月左右 才會有開始陸續公告 但是啊 你如果去看它每個月的營收都是衰退 而且年減 然後又是呈現虧損 那短期上面它的一個震盪 我倒是會認為神盾的一個操作 這兩天的一個走勢 它會很類似於3708的尚尾投空 一樣都是去年本來還大賺 今年就是呈現一個小賺或虧損 那麼他們的形態現階段來看也非常類似 我覺得這是短線上籌碼的移動 那我們當然是很樂觀其成 未來他們的營運能夠有比較大的一個起色 但是我覺得在現階段的操作 以我的策略來講 我還是以它的營收有成長 獲利有發展 然後又有題材的 這樣來做布局 我認為那是相對來講 會比較安全